木可都智遙 然後全部都設在台北大樓 他會覺得其實應該不太想 其實我一句話老實跟大家講 你們剛剛講的那幾家公司 我真的是毫無所惜啊 不管是販售客問者周邊小屋的木可公司 還是陳佩琦開設的智遙傳媒 再到與黃珊珊關心密切的 尼澳跟時樂 民眾黨裡有黃國昌 一概稱不清楚 但就被挖出今年三月 才參加木可新品發表會 我們歡迎國昌委員 至此舞台後方就寫著大大的木可 黃國昌要說毫無窒息 或許只能用來說服自己 但如今柯文哲募款金流疑雲 似乎都有違法疑慮 黃國昌前一天說 黨內會全面清查 但兩週前被問到若柯文哲涉貪 他態度似乎更強硬 我老實跟你講是 今天如果柯文哲貪污社會 他給人家拿不應該拿的錢 我一定第一個跳出來批判他 當年朱元璋在取得天下的時候 那個非常有名的話叫做 高足強 廣積良 緩稱亡 就時間在等待嘛 有一天柯文哲主席地位不保的話 目前民眾黨裡面看起來 最有機會接下這個棒子的 看起來就是黃國昌 不管以聲量來講 或是以各方面的講 那對他來講 到時候再跳出來 順勢成為下一個朱元璋 黃國昌一方面說相信 柯文哲清白對所有爭議 卻又全面切割 或許內心真正盤算的 是在爭議連環報的後柯文哲時代 如何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三立新聞 郭宋 任務局英特報道